现在让我们来进行绘画,请说一说图片中的三件事。 这里是图书馆,有一个老奶奶不会用电脑贴书,一位阿姨在她身边教她怎么用。 我认为阿姨很乐意助人,我们应该向她学习。 一个小男生站在椅子上找书本,我认为他这样做很危险,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跌倒。 他应该找图书馆里帮他。 一个叔叔在使用耳机听新闻,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,因为他不会吵到别人。 除了图片所看到的,你曾经在图书馆看过哪些不对的行为?请你说一说。 我在读书馆曾经看过两个男生在玩你追我跑的游戏,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在读书馆里玩你追我跑的游戏,因为这样很危险,可能会撞到周围的人。 我也曾经看过一个女生在读书馆大声的讲电话,我认为他这样做是不对的,因为会吵到其他人。 我看过一个小女孩把糖果纸袋丢在读书馆的地上,我认为他这样做是不对的,因为会引来蚊虫和破坏读书馆。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爱护图书馆? 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读书馆的心结。 我们不应该在读书馆里吃东西,乱扔垃圾和四处毒鸭,因为这样做会破坏读书馆和引来蚊虫。 我们应该把看过的书本,包纸和杂志放回纸钉的位置。 如果我们都这样爱护图书馆,大家才可以在整洁和熟识的环境里阅读和休闲。